哈勃小子林淑豪预计在8月26号返台 也将为国内的年轻球员提供专业的篮球训练课程 为了争取北区30个跟林淑豪见面的机会 今天有500位国小的小选手 不畏高温一觉高下 最小的才小学三年级 顶着大太阳 打篮球 这些国小小朋友都有一个共同偶像 就是林淑豪 我想要跟林淑豪一起在打球 打球 然后多学学他的知识 觉得他人很亲切 然后也很谦虚 人也很好 所以是你的榜牙 不过要见到偶像 让林淑豪亲自指导球技 机会不多 名额有限 500个国小小孩来报名 只能选出30个 机会只有6% 因此必须先过关斩将才可以 不只运球 传球不能马虎 还要运球上篮 中距离跳投 另外移动要敏捷 还要考验防守能力 许多家长鼓励孩子勇敢追梦 陪着孩子一起参加 有人为了这次军选 每天都很认真练习 我每天都有在练球 就运球啊 投篮 假日的时候就会到国小去投球 那你们三四年级的小朋友 有人在玩篮球吗 很少 来参加的小选手最小的才国小三年级 把林书豪当榜样 有智慧 会打球又很谦虚 林来峰的热潮在台湾继续延烧 记者权子张国良台北报道